偌大的别墅内空空荡荡冷清吊诡 就在这时一通通诡异的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这让别墅里的吉尔感到了恐慌与不安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恐怖惊悚电影《来电惊魂》 吉尔是一名高中生也是田径队的队员 最近她的状态很不好 因为她看到男友和自己的闺蜜接吻了 男友还在死缠烂打想让吉尔原谅自己 为了说清楚这件事 他们这三天一直在包电话粥 这导致吉尔欠下了巨额花费 帮忙交花费的父母很是生气 他们决定让吉尔当一晚上的保姆 体会一下挣钱的辛苦 吉尔要去工作的地方很远 下课后父亲开车将他送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栋依山傍水的大别墅 别墅的主人是一对夫妇 他们有两个女儿 因为他们今晚要外出 所以需要吉尔帮忙照看女儿 当一下临时保姆 妻子见到吉尔后 热情地欢迎了她 并带她参观了一下别墅和交代了一些事宜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张贴在了冰箱上 管家住在三楼 要是听到声响不必惊慌 别墅旁边有个小屋子 那是大儿子住的 可她正在念大学 平时不在家 孩子们在楼上第一间房里 因为感冒已经睡着了 夫妻俩要外出吃饭和看电影 大概在午夜的时候回来 家里有全套的安保系统 输入密码即可关闭或启动 只要孩子不醒来 吉尔其实也没什么事做 在交代完后 夫妇出门了 看到主人离开 吉尔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他本想看看电视 可遥控太多了 不知道该按哪个 无聊的他只好在别墅下晃悠 他来到妻子的衣帽间 看着这里琳琅满目的东西 忍不住失怠了一下 可就在这时 吉尔听到楼下有声响 他以为是主人们回来了 吓得赶紧脱掉身上的手势 回到楼下查看情况 原来是管家在喂鱼 吉尔和他打了声招呼 随后回到沙发上待坐着 突然电话响起 吉尔接起电话却无人回应 他只好将电话挂断 无聊的他给一个好友打去电话 可聊着聊着 安保系统被触发了 吉尔还以为是管家不小心触发的 于是输入密码将系统关闭 关闭后电话又陆续响起 分别是接到报警的保全公司 和确认孩子们安好的妻子 在将他们应付过去后 电话却再次响起 一个男人询问道 你是谁 你穿着什么衣服 随后立即将电话挂断 他开始警惕了起来 拿起手边的利器开始巡视别墅 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突然一个人跳了出来 将他吓了一跳 是和自己男友接吻的塑料闺蜜 他从两人共同好友的口中 得知了吉尔在别墅当保姆 于是过来了 他是从车库进来的 因为车库门没关 吉尔听后将车库门关上了 闺蜜是来向吉尔道歉的 他表示那天两人都喝多了 才做出这种事 听了闺蜜的解释 吉尔决定原谅他 他让闺蜜赶紧离开 自己还在工作 闺蜜听后走出了房子 却不想已经被躲在暗处的人盯上了 闺蜜走了不久 别墅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吉尔打开门却什么都没看到 他赶紧关上门 并将安保系统打开 电话却在这时再次响起 来电显示是闺蜜的名字 吉尔认为这一切都是闺蜜的恶作剧 开口就想训斥他 却不想又是那个陌生男人 男人不停询问吉尔是谁 吉尔害怕极了 他将电话挂断 却又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按照冰箱上留下的联系方式 想要打给外出的夫妻 可他们的电话都打不通 他只好联系当地的警局 一直接到骚扰电话并不能立案 警察只能加强对别墅附近的巡逻 随后吉尔又打给了管家 可管家的电话也是无法接通 吉尔在别墅走了一圈都没有见到管家 也没有见到可疑的人 就在他刚刚放松警惕的时候 电话再次响起 男人问道 你有去看过孩子吗 吉尔放下电话往楼上走去 孩子们还在熟睡 就在他看完孩子在下楼时 电话又响起了 男人询问道 孩子们还好吗 吉尔立马意识到了 这个人正在监视着自己 他赶紧将窗帘全部拉上 在窗边 他看到了别墅旁边的小屋 亮起了灯 并再次报警 警察建议下次男人再打来 吉尔与其交谈时间脱够一分钟 因为这样就可以定位到男人的位置 果然男人不久后再次打了电话 吉尔强忍着害怕和他聊了一分钟 警察很快定位到了男人的位置 他们告诉吉尔 赶紧跑 那个人就在屋里 吉尔转身想跑 结果看到闺蜜的尸体就在后面 整栋别墅也被男人关掉了灯 吉尔害怕极了 他跑去孩子们的房间想喊醒他们 却发现他们被塞进了一个箱子 而男人正在天花板上蹲着 看着吉尔的一举一动 吉尔赶紧带着孩子们躲进浴室 从窗户逃了出去 男人一直穷追不舍 躲在池塘里 吉尔看到了管家的尸体 他早已被杀 男人也在这时发现了吉尔 并将他抓住 吉尔拼了命地逃跑 并与其展开了搏斗 就在吉尔要被掐死的时候 他捡到手边的壁炉遥控 他按下遥控 壁炉炸了 男人受了伤 吉尔赶紧拿起手边的力气 再将他刺伤 随后夺闷而出 警察也在这时赶到救下了他 男人被抓了 他是一个连环杀手 喜爱跟踪少女并与其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但他的身份仍然是个谜 男人离开的时候 吉尔看到了他的脸 这将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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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